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叫 只是 只有 也就是说 如果不是这个 那绝对 叫不是这个 而是那个 你可以这么翻 所以它其实就是 仅仅就是而已 比如说 你就是个老师 前台词 你什么都不是 只是老师 叫 你 are nothing but a teacher You are none but a teacher You are nobody but a teacher 就可以了 但如果说 You can be anyone but a teacher 叫做 你可以成为任何人 但绝对不是一个老师 You can be anyone 你可以成为任何人 but a teacher 但是不会是老师 所以你看 这些逻辑其实稍微停顿一下 思考一下 是能理顺的 所以大家看句子 None but the best deserves this honor 叫 只有 那么这里等同于 only Only the best 只有最好的那个人 位于动词 deserves 才有资格获得这份荣耀 叫deserves this honor Deserve this honor Honor叫荣耀 在这里 Deserve叫 该获得 应当获得 等等等等 这样的意思就可以了 那么好 继续 我们往下看 Non other than Non other than 那么也就是 Non不是等同于否定叫no吗 也就是no other than No other than 什么意思啊 叫正式 因为other than 本来就是一个短语 叫除此之外 除了它 除掉 other than 那么non other than 那就不要除掉它 所以叫正式它 不是别的 所以关键还是这个non 起到的作用 叫就是它 正式它 叫he is none other than the professor you're looking for 他正式你要找寻的那个教授 所以你先不用管这里的 you are looking for 你就先看 he is none other than the professor 就翻译成 他正式那个教授 也就是he is none but the professor 他就是一个教授 那么他正式那个教授而已 那么如果一定要去找 它跟刚刚前面的non but 的区别 无非就是在语气上 non but 更多叫仅仅 不过 有一种 你不能说轻蔑 有一种很轻描淡写的感觉 叫he is none but a teacher 就翻译成 他只是个老师而已 但如果是he is none other than the professor 就变成he is none other than the teacher 就变成 他正式一名人民教师 我有往褒奖的 正面的方向走的感觉 所以大家看到整个句子叫he is none other than the professor you are looking for 那么这里的you are looking for 中间有个that 或者叫who you are looking for 或者that you are looking for 所以叫做他就是你正在苦苦寻找的教授 专家 non other than 好 我们接着来看这个短语 叫no other than 那么前面的non other than non代表否定 同理可得no other than 也是一样的意思 也就叫做正式 所以我还是要再次强调 这个短语的关键就是other than 那么other than叫除了 除掉 注意它是减法 它是减法 它跟besides还是不一样 besides虽然是除了 但是它是包括的意思 就除了它之外 还有应该这么翻besides 才是准确的意思 而other than 它跟rather than一样 都是把它除掉 所以小小一点区别在于 other than 更多接近于be different from 你可以做笔记 它等同于be different from 它的意思叫做不同于 叫be different sorry be different from 叫不同于 be different from 和什么什么不一样 所以你把它如果一定要用个中文翻 other than 就翻译成叫不是 所以no other than 叫正式 你这么就理解了 好 我们看句子 the road 毫无疑问 主语出现了 the road after 诶 补充成分 翻到前面去 所以这个句子要迅速反应 我会翻 after the two wayfarers had crossed had crossed the peninsula to the mainland 在这两个旅行者 wayfarer 它来自于旅行 徒步旅行 叫做wayfare 所以这个词wayfare 做动词做名词都可以 叫徒步旅行 为什么呢 way路上 fair 还记得fair吧 讲过前面福利叫well fair wellfare叫福利 还包括我前面讲过一个永别了 叫fair well 有没有印象 还讲了它的短语叫 和什么什么永别 叫be fair well to 那么无论你理解well fair是福利 还是fair well 是永别 你看把它理解成福利 在路上行走的福利 旅行 旅行明显比别的行走 要更快乐 farewell叫永别 在一次次的路途上和别人告别 旅行不就是这个吗 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处熟了再走 和他再见 再去遇见下一个位置 所以我无论你把这里的fair 引申为wellfare 福利 的意思还是fairwell里面 这种永别的感觉 那么这个wayfare 怎么看 它都像是 什么 在路上 旅行的意思 所以按照这样的感觉 wayfare叫 徒步旅行 旅途 那wayfarer 叫旅者 旅行者 那么接近于 tourist 旅行者 旅行家 或者徒步者 hiker 对不对 hike 叫徒步 hiker 徒步旅行者 wayfarer 就接近这几个意思了 所以叫 在这两位旅行者 had crossed from the peninsula to from some place to some place 叫做这两个旅行者 在跨越 穿越了 penisula 注意这个词的关键是中音位置 读penisula penisula 注意读 来再读一遍 penisula 叫半岛 我们非常著名的一家 超奢华五星级酒店 就叫做半岛酒店 大家下次 很多大城市都有半岛酒店 比如说我在上海 上海外滩那个著名的半岛酒店 你就看上面就有个单词 penisula 就叫penisula 半岛酒店 所以叫 当然这主要指的是半岛 比如说我们辽宁的辽东半岛 就可以翻译成辽东 penisula 所以叫 在两天的 在这两位徒步旅行者 从 在这两位旅行者怎么样 从半岛 跨越到 mainland 叫大陆 mainland 叫大陆 对不对 在他们跨越了半岛 小岛 然后走到大陆之后 the road the road 路途 was no more than a footpath 叫 只有 正式 路 就只有一条小路了 footpath footpath 猜人猜到 用腿走的路 所以footpath 它的意思就是 小路 小道 小境 也就是在他们从半岛跨越到大陆之后 他们发现这条路只剩一条小道了 只剩一条步行的小道 泥巴路 所以你怎么翻 footpath 所以 no more than 也就等同于only 仅仅 正式 那是这样的意思 好 no more than no less 等等这样的意思都不追书了 non not other than no other than 都一样 通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组 no sooner than no sooner than 差不多是一个道理 sooner 本来sooner soon 我们学会一个单语叫 as soon as 叫 as soon as 它翻译成 一怎么怎么样 就怎么怎么样 as soon as 对不对 一旦怎么样 就怎么怎么样 结果出现一个 no sooner than no sooner than 你看 no sooner 看起来还没有它这么快 then 叫比起什么什么来 就怎么怎么样 那其实 如果你这么翻 你就忽视了前面的no了 它恰恰翻译成 一怎么怎么样 就怎么怎么样 跟这个as soon as 是一个道理 no sooner than 叫不会比它更快了 也就是 依旧 好 我们来看这个例句 I had no sooner laying down than the telephone ran 叫 我一躺下 电话就响 I had no sooner laying down 哪怕从字面翻 sooner叫很快 no sooner 叫 我躺下还没多快 你看 从字面这么快 所以大家会发现 你把这个单独的放到这儿想 你想不明白的 但是如果你一旦把它放到句子里面 你很多东西就想明白了 叫 我一躺下 你这么想不通 你说 我躺下没多久 no sooner no sooner 就没那么快嘛 没那么久 我才躺下没多快 我才躺下没多久 就听到电话响了 所以翻译成 依旧 你看 这就理解了吧 一定要有语言场景 刚刚韦哥讲半天 as soon as 跟no sooner than 为什么都叫做依旧 你怎么想也想不通 但是往这里面一放就理解了 I had no sooner laying down 我还躺下没多久 电话就响了 所以就翻译成 我一躺下电话就响了 then the telephone ran 这里是过去式 那么难点在这个词 laying 很多人想不起来了 它是哪个词的过去式 lie 躺下 躺 lie 但lie还有一个意思叫说谎 不要忘记了 他说躺下 过去式 lie lay 分词 laying 它是这样的 难点在 lay这个词 它本来就是一个动词 也可以做圆形 就是一个动词 lay也有躺下的意思 但区别在于 lay有一个意思叫 颁布 制定 摆放 放置 比如说基础在哪里 叫lay foods 叫基于什么什么 也就等于based lay foods 基础在哪 对不对 制定 制定规则 叫lay down 颁布 你看往下推的意思 把东西往下放 往下搁置 往下推 所以lay down 叫制定颁布 那个lay比lie 多了一个意思 lie只有躺 但lie也有 它们有的意思 like可以做躺 也可以做说谎 而lay除了有躺之外 还有颁布 放置的意思 那么难就难在这个lay 它的过去式叫lay的 过去分词也叫lay的 所以小心了 这是一组哥良好 这是一组哥良好 看清楚了 lay lay lay的 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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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e 所以这句lay 是lie down的意思 I had to lie down 我已经躺下了 当然lay不要忘记 还有一个意思叫生蛋 生蛋 对吧 比如说 the chicken can lay eggs 鸡能够生蛋 母鸡 hand hand can lay I can lay eggs lay叫生蛋 生鸡蛋的意思 生的意思 所以还有这样的意思 no sooner than 不要忘记了 简单 过 not so as 或者not as 什么什么 as 那么 肯定语气 叫as 什么什么 as 而否定语气 叫not as 什么什么 as 什么什么 只不过 严格来讲 这个as 更多喜欢替换成so 所以我们更多看到的是 not so 什么什么as 好 叫不和什么什么 一样 不急 达不到 因为as as 是和什么什么 一样 那not 什么什么 so 怎么怎么 not so 怎么怎么样 as 叫不急什么什么 达不到什么什么 是这个意思 我们来看整个句子 I don't think 我不认为 it is worthwhile our paying much attention much attention to the matter in dispute 我并不认为 I don't think it is worthwhile 我并不认为 我们值得 it is worthwhile our paying much attention to 后面跟了一个名词 名词是用our 引出的 it is worthwhile something 叫什么什么 是值得的 它叫做 I don't think it is worthwhile our paying much attention to the matter in dispute 叫做 我们在这件事情上 投入太多 在这件争议上 投入太多的注意力 在这件事件上 投入太多的争议 在这件争议的事情上 投入太多注意力 是不值得的 妈的 是不是犯困啊 这句话怎么 刀不清楚啊 所以 I don't think it is worthwhile our paying much attention to the matter in dispute 这句话 如果还不能理解 我只能这么说了 你把它看作主语 叫 our paying much attention to the matter in dispute is I don't think it is worthwhile 或者叫 our paying much attention to the matter in dispute is not worthwhile 是不值得的 是不值得的 大家注意 it is not so serious as it is thought 比起它 比起我们想象的程度 它并没有那么严重 你看这里的 it is thought 不要翻译成被动 就翻译成主动 叫 比起想象的程度 它没有那么严重 比起我们所认为的程度 它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叫 it is not so serious as it is thought 不那 好 所以以后否定 not 不要用ass 不够标准 要not so blablabla ass 一个例句就搞定了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not at all 这个就不说了 都知道 完全没有 一般做口语当中叫 不客气 也就是我们中国人 说没有 谢谢谢谢 哎呦 你太麻烦你了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没有没有 你不能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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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at all not at all 当年的这个黄晓明同学说英文被笑 不就因为这个吗 not at all not at all 完全不讨论 not at all not at all 老带套 真是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听不懂 我听不懂 这不是开往幼儿园的车 来 not at all 我们来看 Plenty of good writers 大量的优秀的作家 don't use outlines at all 他们从来不列大纲 outlines 叫大纲 outline 对吧 外面的一条线 那么我们前面还学过 在底下 哎 我们前面还学过叫做 在底下画线 叫underline 还记得吧 叫在下面画线 我们还要叫画重点 所以它的意思叫强调 第一个意思叫在底下画线 第二个意思叫着重强调 对不对 那么outline 叫在外面整个圈一根线 所以它叫 它叫做 打草稿 轮廓 梗概 所以叫 很多优秀的作家 根本就不打草稿 don't use outlines 根本就不列大纲 at all but discover ordering principles as the right 但是会在他们写作的时候 干嘛 发现一些 ordering principles 一些固有的规律 ordering ordering 应该叫顺序的 规则的 一些固有的 我可以翻译成固有的规则 也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 心照不宣 虽然我也不打草稿 不列提纲 但是我心里面 其实还是有一些 写作技巧跟准则的 就好像你问我 怎么去发一条好的微博 我诸位写了这么多年微博 我也说不出来 我也不列提纲 我拿起笔就写 但是我心里面 肯定是有一些东西 它是构成了 我写作当中的一些点 我怎么抓住人 比如总结六个字 正确性相关性 那如果我跟你 花一个下午讲 什么叫正确性 什么叫相关性 我可能讲不清楚 但是你要让我写的时候 这六个字 可能就内化在我的血液里 那如果你是我的徒弟 我带你 你来伟林工作了 你来伟林面试成功了 那我可能带着你 学正确性相关性 我就会发现 原来做任何事情 就是靠这六个字的 正确性就是你的专业 你不能错 相关性 sorry 正确性就是你的价值观 你要有价值观传递 相关性 就是你的专业 对不对 比如说习大大 十九大发言 考研政治老师 就应该赶紧出一个 习大大发言的 关键点的提炼 而英语老师呢 习大大十九大当中 所有的关键词 一百个 我列一组 双语表达给你 因为四六句考试要考 考研要考 口语当中表达 圈牛逼的素材又有了 对不对 高大上的素材又有了 所以当我把这东西 一转一发 我当天开完会 我就跟我的同事说 这条微博发出去 至少一千五百家 转发量 你看果然 后来还发晚了 两千多转发量 那就是这样的 各位 所以这个点 你要有感觉 这就是我讲的 叫正确性相关性 对吧 毫无疑问 习大大的话 是有正确性的 那又跟我们英文相关 如果我作为一个英语老师 我不发 我发政治的 除非是我团队的政治老师 核心老师 核心命题组的 孔玉丽老师他们写的 我来转发 那是可以的 否则我自己直发 就怪怪的 这就不具备相关性 我自己的自媒体定位是英文 那我就要有相关性 这就是叫正确性相关性 但它又叫自媒体 所以正确性怎么维护呢 我还得写很多 我个人的感悟跟价值观 否则就不叫自媒体 它没有你个人的东西 你天天就是发一些干货 干货没有跟观众的互动 那不就叫做 没有自媒体属性 不就没有互动了吗 没有互动就不叫自媒体 那叫媒体 那叫公媒体 听懂了各位 所以人是不喜欢跟机器交流的 对不对 这是你人工智能以后再厉害 人跟人面对面是取代不了的 当然也有可能被取代了一天 好 这句话比较简单 我们来再读一遍 plenty of good writers don't use outlines at all 他们绝对不会打草稿 列体纲 but discover ordering principles as they write 但是在他们写作的时候 这里的as等同于when as是一个很难讲清楚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的词 那就是靠预感 当他们写作的时候 他们还是会发现一些固有的规则的 discover ordering principles as they write 好 再看下面一个 not but 不是而是 这个不说了 跟not only but also 有一点像 databases 诶 主语 来了 used by some companies 被一些公司所使用的数据库 位于在这 don't rely on data 并不依托于这样一些资料 信息 databases 叫数据库嘛 资料库嘛 叫被一些公司所使用的资料库 数据库 并不依托于数据 什么数据 这些数据 collected 你看这里的collected就是修饰data 也就是which is collected 这些数据被系统的收集 叫collected systematically 它并不依赖于一些被系统搜集 but rather 而相反 干嘛 它not but 叫它不是依赖 don't rely on data collected systematically but not but 所以就变成 这些很多公司使用的数据库 它依托的并不是一些系统搜集的数据 而是 你看这里的but 反而变成肯定了 因为在它的前面出现了一个not 如果没有这个not 那就叫做是而不是 但如果有not but 那就是不是而是 这个but 此时此刻的but 跟rather than是一个用法 跟这个rather than是一个用法 rather than是而不是 而这里的but rather 可不是这样的 这里的rather只是用来加深程度了 有点像接近于宁愿 却 用来加深程度的but rather 叫但是却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它 rather本来最早的意思就等于very 叫非常 比如说你真美 叫you're very beautiful 你也可以说you're rather beautiful you're rather beautiful I'd rather叫我宁愿做什么事 你看这个rather有加深程度的作用 但rather一旦跟then合在一起 叫rather than 叫而不是 叫而不是跟but是一个道理 但是如果前面出现一个not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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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ther than 就变成不是而是 当然了更隐晦的是not 它会换成类似于否定副词 比如说barely hardly 叫barely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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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ther than 也叫不是而是 所以各位去体会它 那么把这个讲明白了 我们再看这里的don't but也理解了 叫做 这些公司所使用的数据库 并不依托于一些数据 什么数据 系统搜集的数据 而是 依托于什么 lamp together information 而只是把一些信息 放到一起来 from different research projects 这是前面讲过的句子 来自于不同研究项目产生的数据 lamp together 把什么什么东西放到一起 lamp lamp做动词 词就叫集合 所以lamp together 叫把什么什么放到一起去 所以叫but rather lump together information 而是把很多信息放到一起 从不同的研究项目当中 好 not but 再来看 not have a leg to stand on not have a leg to stand on 什么意思 并没有一条腿站立 并没有一条腿去站起来 not have a leg to stand on 并没有一条腿去站起来 也就叫站不住脚 无依据 没有根据 not have a leg to stand on 最后出现一个句子 you will not have a leg to stand on if you do that 如果你这么做 你是没有立场的 你是站不住脚的 字面翻译也一样 你没有一个腿站立 如果你这么干 也就是说你这么做是没有道理的 你这么做是没有依据的 以后会说了吧 没有依据怎么说 you don't have a leg to stand on if you do that 你这么干什么 没有道理的 就可以说 you don't have a leg to stand on if you do that 所以在英语当中 有很多这种 很简单的词 可以表达一些 非常地道的情感 比如说这种 you don't have a leg to stand on if you do that 你没有一条腿站立 支撑你 对吧 你看 包括前两天 我看一部 这个美剧 里面出现一句英文 叫 这个是闭嘴 这个是没有商量的余地 你看他怎么说 it is not open for discussion 你看这种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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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it is not open for discussion 这件事并不开放讨论 也就是这件事 没有讨论的余地 回说了吧 it's not open for discussion 就这么讲 it's not open for discussion 多地道啊 你在任何演讲 跟沟通场合 你说出这样的英文 极其地道 it's not open for discussion 说完之后 oh yeah 别的都不会了 好 再来 所以陈珠奇继续 nothing but 又来了 还是我说的 不是而是 那就只不过 仅仅是 就这个意思 you're nothing but a teacher 你就是一个老师 你只不过是一个老师 只不过这个nothing 有一点轻蔑感 因为nobody nothing 都叫没有 等于零的意思 我们来看一看 叫 all there's 或者叫 all the rest 这个人 all the rest care about nothing but making money all the rest 这个人 什么都不在乎 care about nothing but making money 而只在乎赚钱 所以叫 all the rest 他只在乎赚钱 就这么去翻译他 all the rest care about nothing but making money 好的 我们来看这个短语 叫not in the least 都知道 list叫最少 那么not in the least 什么意思 not in the least 叫一点也不 丝毫都不 因为list叫最少最小 那not in the least 叫一点都不少 所以叫一点都不的意思 我看 I was not in the least jealous 很多人就读不懂了 其实就是 I was not jealous 我一点都不嫉妒他 I was not in the least jealous 大家思考一下 如果没有这个not I was in the least jealous 叫我至少 有一点点嫉妒 叫至少可以说 我是很嫉妒的 但如果是 I was not in the least jealous 我一点点都不嫉妒 所以大家体会一下 你有时候你翻不出来 你就把那个not 先删掉 你就体会 in the least叫至少 最少 叫最少 我也是嫉妒的 但是not in the least 叫我根本都不嫉妒 我一点都不嫉妒 所以叫做 I was not jealous at all 所以你要问 刚刚那个not at all 到底有什么可以取代 就可以not in the least 所以你也可以把这些话的顺序进行调整 叫I was not jealous in the least 来做笔记 不要偷懒 把这个in the least可以放到最后 等于at all 所以叫I was not jealous in the least 也可以说I was not jealous at all 都是可以的 好 nothing in the least not so much as 一个道理 本来是和什么什么一样多 不可数名词叫as much as 可数名词叫as many as 都叫做和什么什么一样多 那not so many as not so much as 都一样 只不过是因为加了一个not 否定 然后as就可以换成so 当然了 现代英语不坏 直接用as 也没人敢扣你分 所以就是这点名堂而已 那么如果是as much as 或者as many as 叫和什么什么一样多 那not so much 什么什么as 什么 叫并不如他这么多 也就是 与其说这样 不如说这样 是一个道理的 这样 你可以反过来想 as much as 叫他和他一样多 那现在就变成 not so much 这个as 这个 叫做比起这个 前面的并没有这么多 我可以这么翻吧 我如果在这里写个a和b not so much as b 你翻的时候一定是从后往前翻 我讲过 尤其是有这样的连词 跟补充成分的时候 比起b来看 a根本就没那么多 所以叫做 与其说是a 不如说是b 甚至你可以翻译成 不是a而是b 都是可以的 你要看清楚哪里被否定了 not在这 not在这仅挨着前面的半句a a就被否定了 所以叫并不是a而是b 就这么去理解它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看整个句子 i do not so much fear as respect him i do not so much fear as respect him 也就是i don't so much fear as respect him 所以叫做 比起尊敬他这件事情 怎么样 你看 叫做或者你说 我尊敬他 i don't so much fear 而不是害怕 或者你翻译成 与其说我害怕他 不如说我尊敬他 你看你怎么翻译成 让我刚刚的理解是 我尊敬他 但我不是害怕他 对不对 那你不如翻译成 与其说我害怕他 不如说我尊敬他 也就是前面的not so much fear 这个就被否定了 所以你只需要定后面 respect him 叫我尊敬他 而不是害怕他 或者你翻译成 我与其说害怕他 不如说尊敬他 就会了 i do not so much fear as respect him i do not much i don't so much fear as respect him 写下来 不难 not to mention 前面提过 更不必说 不用说 更不必说 not to mention the baby has not learned to walk not to mention to run 孩子目前还没有学会走路 更别提跑 the baby has not learned to walk not to mention to run 结束 no way 口语当中尽量听到 no way 不可能 绝不 no way 绝对不可能 there is no way i'm agreeing to that agree叫同意 agree to 同意什么什么东西 结合to用 there is no way i'm agreeing to that 我绝对不可能 同意那件事 也就是 我没有同意那件事的 任何的机会 there is no way i'm agreeing to that nowhere near 诶 nowhere 看清楚了 很多人乱翻 nowhere叫无处不在 就错了 nowhere恰恰叫 哪都不 哪都没有 叫nowhere 它是由no 跟where组成的 叫哪都没有 所以它叫 哪都没有 nowhere near 也就是 哪都没有 接近这个 哪都没有 靠近这个 所以如果你不把 nowhere搞清楚 它叫 哪都不 你是无法理解 加个near 什么意思 所以叫 哪里都不接近 哪里都不靠近 也就是 远远没达到的意思 所以就叫做 远远没有 远非 所以无论是距离时间 数量质量 都远远没到位 叫nowhere near 哪怕你翻译成 哪都没有接近 连靠近的机会都没有 nowhere near 看句子 the money is nowhere near the money is nowhere near enough to buy this house 叫 钱远远不够 买这套房子 is nowhere near near enough 对不对 你看了半天 你就看到这里的 no就够了 所以叫做 这个钱远远不够买 这套房 the money is not enough to buy this house 就这个意思 以后 not enough 那个not 可以装逼地换成 nowhere near 学会了吗 你可以这么记 这里的nowhere near 就等于not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 我们写作文只会用not了 以后not enough 写成 the money is nowhere near enough to buy this house 一个小亮点 拿五角星 写到作文里 立刻就用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